就感到很难过 一早临时加开记者会 回应幼儿园狼狮案 因为这把火也烧到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身上 个案首度通报 就是在柯市府任内 收役局 交役局 我当时没有抓到证据 事实上检调也有介入 一般去调查 也怕说大张旗鼓 会引起家长恐慌 或者是未审宪判 可是有时候也要保护小朋友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 改进的空间 认了有改进空间 却依旧没致歉 但幼儿经历的伤痛 却没有重来机会 柯文哲频频强调 自己已经卸任 没有找到很坚实的证据 其实检调也有介入 最后还是不起诉其问 不过那已经是在 我卸任之后很久以后的事 现在在想说 如果重来一遍 应该怎么做会比较恰当 推给检调 但时任社会局 恐怕已难以卸责 而柯文哲已敢行程为由 回应三体提问就离开 不过先前关系不错的 杨文科如今也卷社谈 前幕僚吴静怡就爆料 2022年选举 他问柯文哲为什么要支持杨文科 柯文哲回应 他是公务员出身的 不会贪污 如今似乎狠狠打脸 而黄国昌在郑文蔡案 连发九篇文 如今杨文科案却是静悄悄 任何形式的贪污徒利 本来就是在台湾社会 没有办法被容忍的 杨文科说他没有拿钱 杨文科的事情 杨文科自己去司法程序面对 面对社谈民众党的标准 是否在同把池上让人打个问号 水平H形钢本该是一直线通道底 但肉眼可见连续三根已经明显歪斜 基地内另一边好几袋沙包堆叠成小山 堵住漏水处 新竹风衣建设建案 风采520被一元踢爆 基地支撑结构可能已经歪斜 今天钢板挡不住了就拿沙包拿脚钢来支撑 这样子盖出来的品质难怪会一直发生天根 重回现场 风采520停工无人进出 当初造成周边道路一年半内就发生五次坍塌 一元加码爆出基地内部也曾塌陷三次 质疑是因为省下两亿多基础工程支出 造成结构力量不平衡 我本人有参加最后一次 县府召开的专家小组会议 这个风衣建设在报告中并没有报告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这个钢梁会变形 钢梁歪斜不精准就怕硬力值报表 错位造成倒塌 风采520规划890户 现在单品平均飙到60万 住户组成自救会 有144人入群要封印完成修复 经了解查证照照片是去年在520 进行强解计划前的一个工历的纠照 并且在去年的9135号已经失措完成 鉴定的结果是 周边道路环境安全无余 县府表示有请第三方鉴定 已经完成修复 截稿前尚未取得封印建设回应 重要地基地下室被拍到钢梁湾区 冲击画面曝光 不只成购户 就连旁边住户都提心吊胆 下期节目将会联保新竹报道